Avento S 融合了我們之前750SV的技術 加上Centenario 770的技術 以及前後下老流全新的設計 我們有一個四大主要的主題訴求 主要是說我們有了全新的四輪傳動 再加上四輪轉向 四個電池懸吊系統 再加上一個四的動態模式 以往我們的車子 我們通常都只有三種動態模式 Strada Sport跟Cosa 那這次多了一個新的EGO模式 我們簡單就是說它是一個自選模式 您熟悉了這台車之後 你想要嘗試更多的樂趣的時候 您可以去個別調整動力的輸出 核變磁筆方向盤的反應 加上電池懸吊的反應 可以讓你隨心著欲的去駕馭這台車子 這一次很重要的一個科技上面的提升 就是四輪轉向 這個科技我們當初找在最先用的是 我們的Centenario770的車款上面 那這次運用到我們的市售車 Avenado S上面 白話一點就是可以讓你更快速的進入彎道 更快速的出彎道 使得我們Avenado S 有別之前的LP700 開起來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說就是 擁有大牛的車身 但是它有小牛的靈活度 動力的部分跟之前LP700的話 我們是提升了40匹馬力 到了740匹馬力 增加了很多的電子配備 但是重量維持在跟之前LP700一樣 1575公斤 那加速方面的話是跟之前LP700一樣 0到100是2.9秒 那0到200的話是8.8秒 額外賣 為什麼 那麼多 有 之後 再支援 那 再支援